第281集 太宗续命 2023年7月16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上一集呢 有个地方我说的不明白啊 就是那个女真人到了唐太宗的梦里 当时写了观音菩萨这四个字 我说没有写 没有提 这个地方是我意思没有表达明白 原文写了观音菩萨 那是告诉读者 而唐太宗本人并不知道那是观音 他只看到了女真人 还有一个重要地方我飙红了啊 但是忘了解释了 那个龙头 被那两个将军提过来啊 他说是在千里廊南十字街头掉下来的 这个千里廊南在哪啊 你从北京向南走啊 一千公里就是武汉 十字街头是说是九省东区之地 这里你直接可以认为是武汉疫情 疫情发源于武汉 背后的主导者就是汉奸卖国贼 他们就是此时的金河龙王 习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战胜了疫情 就是一刀斩断了金河龙王的狗头 带头的那些人肯定都被控制了 大家明白了吧 这个地方必须解释一下啊 当时呢我太着急想钱了 我就都给忘了 所以我如果以后有时间 还可以仔细为大家解读 大量我遗漏的细节 但是我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了啊 我估计啊 要去做更重要的事 那个事更加紧迫 好了 上一集遗漏的地方 疏忽的地方 我都讲明白了 我们继续进入今天的故事 上一集呢 唐太宗死了 这一集 他灵魂就离开了皇宫 但是你看啊 开始的时候 还有雨林军跟随 这个地方 你理解为啊 邓小平死前 他就把军队都安排好了 这就对了 之后啊 你在人间看 邓小平他不就死了吗 他行了多时啊 此时就进入了下一个历史时期 就是他的人马都没了 这就是说 江主席拿走了邓小平的军权 这个高度实在是我不可能知道的 我只是大概说这个意思啊 大家可自理解吧 此时 唐太宗就看到一个人 这个人 就是崔归 就是周恩来 关于时间问题啊 比如为什么周恩来这个时候出现 那我以后就不再多解释了 这就是神仙的时间观念 直接将所有的时间啊 凝聚一眼前 你看这个地方 神仙怎么描写的周恩来 你注意看这两句啊 怀揣一本生死簿 注定存亡 看到吗 周恩来掌管人间的生死 这个地方怎么理解呢 此时我就要解释一下了啊 之前我一直认为啊 地府完全由东方神仙管理 现在我觉得这可能不对 就是地府也存在东西两条路线斗争 谁占上风 谁管理地府 其实这么说呀 好像也不是很对 我说一下啊 我个人真正的看法吧 我认为这个地方的地府 就是周恩来带的地府 不是东方神仙说的地府 也不是老百姓理解的那个地府 而是啊 人间的地府 什么叫人间的地府呢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邓小平死了 他应该去真正的地府报到 但是因为周恩来存在 周恩来给他安排了 高原喇嘛夺赦 所以邓小平夺赦重生了 那么你说邓小平在人间看来 他是不是死了一次 是吧 那么大家就以为他去地府了 可是在周恩来这个层次看来 邓小平根本就没有死 他就是换了个身体继续活着 所以这个就叫人间的地府 那么这个地儿谁来掌管呢 这个还不是周恩来掌管 因为周恩来他估计啊 自己没有能力给别人夺赦 有这个本事的就是高原喇嘛 大家明白了吧 说到这里啊 我再说一个我的推测啊 这个对不对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合乎逻辑啊 在大明朝永乐皇帝之前 人间呢 一直有东西方神仙的代理人 同时存在 两边一直在战斗 但是到了朱棣时候 西方邪神呢 突然他就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所以东方神仙就很难参与 人间的斗争了 这就表现为西藏皇教 就是朱棣时候建立的 然后就有了明目胀胆的夺赦 就是公开的夺赦 这就是达赖啊 班柴啊 他们说他们灵同转世 就一路到现在 灵同转世就是夺赦 这都好几百年了 这就是说 西方邪神 在这几百年中啊 他们几乎独霸人间 那么既然如此 东方神仙的人间代理人 就没有了 也就是人曹官就没了 而现在呢 东方神仙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那么人曹官就又有了 就是我 同时呢 西方邪神呢 负责夺赦的那些人 就是高原喇嘛 他们就再也没有神通了 这就是啊 女儿国那个故事讲的 沙僧打断了 那个道士的左臂 左臂就是作弊嘛 当时我解释了啊 这就是说啊 东方神仙剥夺了 高原喇嘛 夺赦的能力 现在所有的高原喇嘛 他们都不能夺赦了 他们自己也不能夺赦了 他们更不能啊 也不能给别人夺赦了 就是他们再也玩不了 转世灵同这一套了 那么你在人曹官这个角度看问题 其实啊 你可以把高原喇嘛 看成西方邪神 在人间的人曹官 过去几百年呢 是他们在制造九转灵魂 因为现在呢 是因为东方神仙胜利了 所以人间的人曹官 就变成东方神仙来设立了 那么东方神仙的人曹官 就和西方邪神的那个人曹官 就完全不一样了 东方神仙的人曹官 就是要将啊 不应该存在于人间的九转灵魂 全清除干净 而西方邪神那些人呢 他们是要制造九转灵魂 你看 正好是针锋相对 是矛盾的 所以就是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就这么一个关系 大家现在就明白 现在这个地府的区别了吧 同时你也就明白 为什么高原喇嘛和人曹官 只能存在一个 有高原喇嘛的时候 就没有人曹官 现在有了人曹官 那么就必然高原喇嘛 他就没有这个能力了 大家懂了吧 现在啊 你再看最后这句话 周恩来曾经是唐国相 国相就是宰相 就是总理 这就是周恩来几乎一生霸占的位置 国家总理 周总理嘛 现在呢 在人间看来 他死了很多年了 其实他改头换面 夺射了 他现在啊 侍奉这个阎王 这个阎王啊 我们不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认为是地府的阎王 而是代表了西方邪神 大家明白了吧 你看周恩来 他的位置是多么的关键 在人间范畴 他掌管国务院 控制整个官僚体系 竟然控制国家 最终他也软禁了毛主席 然后他假传圣旨 玩命的祸害国家 他死了之后 就换了个身份 开始安排他的同党 依次夺赦重生 你看这个人 是不是从他一登上历史舞台 他就一直处在最关键的位置 所以这个人的灵魂中 有大量的关键历史时期的真正记录 只要我找到他 我从他一个人身上 我就能给大家写出整个新中国的历史 大家放心啊 我肯定能找到他 当我们明白了这些 我们继续向下看啊 这个周恩来说呀 半个月前 半个月就是15天 代表15大 15大就是1997年 也就是邓小平死的那一年 你看这里都明说了 现在这个周恩来 是封都掌案判官 这个地方我就真是晕了啊 封都是鬼城 这个地方在重庆 那么此时 神仙都直接说了 1997年 重庆的执法者 就是周恩来二世 因为我对于啊 国家体制一点也不懂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真的不知道 是说重庆的具体的哪一个官员 有懂的呀 你可以自己去猜一下 就是1997年 当时的重庆啊 那个是谁呀 看来周恩来的夺社对象啊 神仙也在这个地方 算是直接告诉我们了 此时 唐太宗大喜 他说啊 我这里有一封信 你看看 这个信就是魏征写的 我们必须明白 现在魏征是谁 他就是班禅达赖 这封信是写给周恩来二世的 我们看看信里面怎么写的 你看开头三个字 辱爱帝 大家想一下啊 任何信件 有这样开头的吗 侮辱亲爱的弟弟 怎么侮辱啊 你只要看这三个字 你就明白 这写的就是啊 男同性恋 这就是说 周恩来和高原喇嘛 是同性恋关系 这个太正常不过了 就那帮喇嘛呀 他们是男女通吃啊 而西游记中 在玉土经这个故事 其实说的很明白了 邓小平和周恩来 就是一对同性恋 我真是太惹气了 我都没法说了 这个恶心的我说不下去了 大家清楚就好 我不说了 你看后面那句话啊 阴容犹在 就这个 我记得网上流传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哑巴多年的老人 他还谈话了 坐着轮椅 结果他看到周恩来的照片 他就激动的大叫啊 阴容犹在呀 阴容犹在呀 你去找那个视频 看就知道了 那简直就是个奇迹呀 现在 丁峰心里说啊 胸掌高签 这什么意思呢 这里我只能猜一下啊 就是说 一个人夺社 他要夺社的基本都是年轻人 他也不会去夺社老年人 那也没什么意义啊 那么年轻人 你比如二十来岁 他显然不能占据高位 他不能当高官呢 他太年轻了 可是现在的时间 来到了1997年 而周恩来呢 他是1976年死的 我们假设 1976年 周恩来夺社了一个 二十岁的年轻人 那么到了1997年 他就是41岁 反正是40岁左右吧 这个年纪 被提拔到 重庆的高级官员位置 他也算是年轻有为了吧 这就是高签了 此时 周恩来就对邓小冰说 魏珍很好呀 这么多年 都是他照顾我的子孙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周恩来的徒子徒孙 或者说他的同党 这帮人的夺社 都是高原喇嘛安排 并且执行的 大家明白了吧 现在你邓小冰来了 那你就放心 我如法炮制 我还送你还阳 就是我要帮你夺社了 此时啊 我们要回到上一个情节 周恩来说 半个月前 我接到金河龙王告状 刚才我说了 半个月是十五大 那么半个月前呢 就是十五大之前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十年前 就是1987年 为什么这么算呢 因为金河龙王代表了改革开放 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就是对外输送利益 而政治体制改革 就是1987年开始的 所以啊 你看这个时间是多么准确 这里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 1987年 邓小平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这就意味着 对外输送利益 被邓小平确定为中国的国策 大家注意一下啊 1984年 是经济体制改革 这个是对内瓜分 还没有对外输送的 而对外输送 就是汉奸卖狗贼 培养外敌屠刀 这个才是西方协身 要求国内汉奸做到的 这是他们最主要的责任 就是说 邓小平如果只是经济体制改革 只是对内瓜分 那么他没有做到西方协身的要求 所以他就不会被赏赐夺赦 而他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 就是开始了对外输送利益 这就是走上了历朝历代的汉奸的老路 就是培养外敌屠刀 因此他才被赏赐了夺赦 这也就是说 正因为邓小平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1997年 他才被赏赐夺赦 而此时为他夺赦做的一切准备工作 都安排好了 大家明白了吧 接下来呢 清一童子领路 清一童子代表了佛门 清灯古佛嘛 这就是说的高原喇嘛 这也代表了满清 反正就是一个意思 就是宗教势力 他们来到了鬼门关 这就是说 邓小平一世啊 他死了 原来进入鬼门关了 然后呢 他就看到了 李渊 李建成 李元吉 这就是历史上 李世民杀死的 他的兄弟 这地方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邓小平杀死了 无数自己的 曾经的啊 革命同志 大家明白了吧 邓小平杀了好多犯人 所谓的犯人罪犯 他们他说 他们对人民犯罪了 你比如死人帮 其实那都是真正的革命者 邓小平把他们都杀了 这就是李元吉 李建成就代表了那些人 大家明白了吧 而李渊呢 我认为直接代表了毛主席 这就是说 毛主席是被邓小平 周恩来害死的 然后这两个人继续走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碧瓦的楼台 我们想一下 一般形容中国的宫殿 是红砖碧瓦 对吧 这里不写红砖 只写碧瓦 就是没有红色了 碧瓦就是青色 代表满清 也代表宗教 这就是说 这个地方就是宗教势力 或者我直接说吧 这就是班禅达赖掌管的 给人间夺赦的地方 大家懂了吧 然后呢 有时代阎王出来了 这个地方我就真不知道了啊 就这个时代阎王代表什么 你比如这个阎罗王 我们老百姓都知道 那么现在 这里不是地府 而是人间 所以我这么说吧 就现在 说的这个时代阎王 他们代表了 喇嘛 这个群体 这是有夺赦能力的 这帮喇嘛 然后你再看这句话 陛下是阳间人王 我们是阴间鬼王 大家平等 这就是说 班禅达赖 这些高原喇嘛 他们和邓小平 是平起平坐的 大家懂了吧 所以他们才在 邓小平时期 有着无上的权力 杀人放火 没人管得了他们 他们根本不遵守 人间的法律 因为他们就是 人间的鬼王 大家懂了吧 时代阎王说 这个金河龙王 已经转生了 这就是说 改革开放 还在继续 而这一切 是你邓小平的功劳 那么现在 就到了1997年 你该死了 那也就是 该为你 夺赦续命了 这就是阎王吩咐判官 取来生死部的含义 这时候 大家要注意 这个判官的表现 他就是周恩来 你看他 取来一个文件 那是什么呀 是天下万国国王天鹿 看到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天下万国 就是说的 现在全世界 各个国家的 知名政治要人 你比如英国女王 日本首相 美国总统 就是这些人啊 这里啊 你时间不能卡死在 1997年 视角也不能 局限在中国 你要放眼 过去几百年 和整个地球 所有国家 我举个例子啊 你看欧洲历史上 不是有什么 亨利四世啊 路易十八呀 等等等等 就这些人嘛 我认为 他们就是同一个人 来回夺赦 一直活在人间 就是这一个人 比如路易一 和路易十八 他们是一个人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在西方 学生的视角看 天下是一体的 此时周恩来 拿的这个 天下万国 国王天路 记载的就是这些 全天下 各个国家 大小领导人 而你看啊 是周恩来 先看了一遍 就他先看 都没给 那个阳王爷看 可见他权力多大 他就是西方 学生的人间 大马仔啊 其实这也应该啊 他如果不是 这个人间 大马仔 他怎么能 来到毛主席身边呢 因为毛主席是神仙下界呀 那么西方神 邪神呢 必须把他的最大的一个 马仔 就是独火鬼王 放在毛主席身边 这样两人的实力才 差不多对等啊 否则 那一个小马仔 不是直接就被毛主席给灭了吗 这个地方啊 大家可能还是不太好理解啊 就是这个 独射这块 我换个说法 大家就好理解了 周恩来 他不是总理吗 他就说啊 咱们弄个计划生育 这就能让中国人 断子绝孙了 然后你说他会亲自去做吗 他当然不会啊 自然有他的手下人去做 这里涉及到独射 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周恩来决定 给谁谁谁独射 比如给邓小平独射 那么就是周恩来下命令 而具体执行的 却是西藏的喇嘛 大家懂了吧 但是西藏的喇嘛 他又不是周恩来的手下 他们不是上下级关系 当你明白了这点 你再看看啊 这个周恩来 他就给邓小平 从十三变成了三十三 这就是加了二十年 可是实际上 邓小平没有多活二十年 这个地方大家要明白啊 这是对照历史上 真实的李世民来说的 现在书里时间退写了 贞观十三年 而李世民死在 贞观二十三年 也就是从贞观十三年之后 李世民只活了十年 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算 那么帝府给太宗 加二十年就根本没实现 这就不对了 因为帝府啊 是绝对说话算术的 因为他们是神仙 因此这个地方的实际解释是 二十年是二世的意思 高原喇嘛 不是给了邓小平十年寿命 而是给了邓小平第二次生命 就是他们实际操作了 邓小平的夺赦 大家明白了吧 然后呢 邓小平夺赦了 他自然谢恩啊 时代阎王就让崔判官 朱太尉送他还魂 崔判官就是周恩来 那么朱太尉呢 他就是朱荣基 邓小平死后 朱荣基玩命发展 邓小平卖国路线 大家懂了吧 此时啊 邓小平问自己家里人情况 阎王说都好 但是你妹妹可能要死 这个妹妹啊 我以后会说到 现在大家知道 这里是神仙埋下的伏笔就可以了 邓小平就说了啊 你们给了我 给了我这么大恩情 我也没有别的报答了 我只能给你们刮果 刮果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太明白了 这就是刮分国家 大家懂了吧 刮分国家就是刮果 这就是全面私有化 从邓小平死后 朱荣基 温家宝 李克强 三任总统 玩命的推行 全面私有化 这他们就是在干嘛呀 大家现在彻底明白了吧 这就是给时代阎王啊 送瓜果呢 这个就是邓小平 夺赦的酬金 同时也是他们这三人 夺赦的定金 要不他们仨 为什么如此玩命的 推行私有化呢 因为那能让他们夺赦永生 长生不老啊 我真的是啊 就真的很无语啊 因为呀 我现在不能骂人了 所以我那么多骂人的话呀 我都没法写 写出来了我也说不出来 但是这一刻我真的啊 就是被 快被气死了啊 以前呢 我只是在人间层面 说这个私有化的本质 是让美国可以活下来 美元还能作为唯一的世界货币 现在呢 神仙在更高层次告诉我们 为什么 如荣基 温家宝 李克强 疯狂的私有化 那是因为 这可以让他们永生不死啊 真的啊 我就真是啊 太无语了啊 也就不说了 这个我因为我没法骂人 我就不说了 两位爷一听呢 他就大喜啊 他说 我只有东瓜西瓜 少南瓜 先说为什么没有北瓜 因为北边就是北聚卢州 代表湖人 湖人什么都没有 所以地府都不要北瓜 因为他没有啊 东西呢 就代表了东西方神仙 这个根本没有国家对应 或者你这么说吧 西瓜代表了西方 那么西方本身就是全部私有化的 东方呢 这个东方现在可以代表历史上的中国 已经被私有化没了 从大明朝几百年下来 现在的南瓜 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那个改革开放不是从南方开始吗 那就是南瓜 这就是说 邓小平要将改革开放后 中国人民创造的一切财富都送给外国人 这就是南瓜 邓小平说 我回到杨坚 马上就送来 就是说他要坚决将私有化进行到底 然后邓小平就向杨坚走 你看啊 此时是朱太尉在前 周恩来在后 保着邓小平 你要看这个顺序 你算算年龄和官职 朱镕基当时应该官职最大 所以他在前面 估计年龄是不是也最大 那周恩来呢 他应该是隐藏在中高层 但是他大不过朱镕基 所以他在中间 最后是邓小平 因为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经死了 他夺赦之后 只是个副县长 岂别差远了 所以他只能在最后 大家明白了吧 此时邓小平说 这个可不是旧路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告诉你 邓小平换身体了 现在的身体 不是原来那个五大王的身体了 现在他变高了 也变年轻了 周恩来就告诉他 这个地方有去路无来路 这就是说夺赦呀 你肯定要换身体的 这就是去路 想原路返回 就回到你原来的身体 是不可能 其实这也是说呀 你夺赦了 你还想出来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 这怎么可能呢 你要重新开始了 你看这句话呀 如今宋陛下 自转轮藏出 出身 转轮呢 那不就是转法轮吗 这不就是高原辣的吗 现在那些 无知的去西藏的旅游者 还特意跑到高原 去转那个法轮呢 你知道不知道 你转这个法轮 你一转动 那个喇嘛就盯上你了 他一看你的身体 你的背景 哦还不错 那你就等着被他们夺赦吧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呀 神仙明确告诉我们 邓小平是被高原喇嘛 主持了夺赦仪式 他夺赦重生了 尤其你看后面那句啊 转托超生 转了 这不就是转世吗 西藏喇嘛 老说自己是灵童转世 转世灵童 看到了吧 这就是告诉你呀 邓小平也和班禅达赖一样 他找到了自己的转世灵童 这个转世灵童啊 这个邓小平 时刻把他带在身边 你猜猜他是谁 如果你现在还猜不到 你就太愚蠢了 此时呢 邓小平看到一座山 周恩来就说啊 这个地方叫做 幽明被阴山 这什么地 意思呢 这个地方我只能猜了啊 我们假设幽明是地府 是东方神仙管理 那么这个地方也在幽明 但是他呀 他却被阴 就是他这个地方 躲过了东方神仙的监督和管理 大家明白了吧 被阴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说 本来一个人死了 那灵魂都要去地府 但是有些人灵魂没有去 而是直接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被夺射了 不是被夺射 就是他夺射了 那么这就是啊 地府被阴处 地府看不到 大家明白了吧 这个地方啊 我只能这么解释 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地府的情况 大家各自参考吧 你看那些描写 显然都是很差 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啊 完全违背了天道规则 大家懂了吧 天道都不允许它存在 下面就是介绍啊 十八层地狱了 这个是在阴山背后 那么阴山背后 富富得正 这个应该就是真正的地府了 是东方神仙管理的 这里详细介绍了啊 十八层地狱的恐怖模样 这就是给人间 所有邪恶制度的警告 你看最后这几句话啊 人生雀末 把心欺 神鬼昭彰放过谁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 雨来迟 这就是东方神仙 给世人的警告 善恶是有报应的 以前是西方邪神当权 所以善恶没有得到报应 而现在东方神仙 取得了胜利 报应马上就来 其实我感觉呀 这就是说啊 就是邓小平啊 他们这样的九转灵魂 他们被人曹官砍掉脑袋 然后呢 他们就变成了普通的灵魂 而这个灵魂 他是要进入十八层地狱 接受各种酷刑的 这个大概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啊 如果以后我知道了这里的具体情况 那我再和大家做介绍啊 此时他们来到了桥梁前面 有桥梁使者来接 你看啊 邓小平走的是金桥 这就是那句话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 夺舍的人 他一切都被安排好了 他一出生啥都有 旁边是银桥 银桥上面是忠孝贤良 公平正大的人 这就是说 正常的好人要走银桥 这就是投生啊 因为啊 金色还代表了皇帝这个位置 而皇帝都是和天上神仙挂钩的 普通人你不要想这个位置 你做得好 那么在人间你是忠孝贤良 公平正大 那么你会得到银桥的赏赐 但是你不要想金桥 就这个意思了 在旁边还有一座桥 这个就是地府的一标建筑 著名的奈何桥了 这个奈何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可奈何的意思 因为这里涉及到了地府 而我真的不知道地府的情况 所以我只能猜一下 刚才说来啊 就是好人走银桥 那么剩下的就是坏人了 坏人就是争夺走过这个奈何桥 这怎么说呢 我直接就说一下流程吧 就是一个人在人间 他的一生结束了 他死后来到地府 灵魂来到地府啊 地府对他在人间的一切经历 就会做一个总结 好人呢就送上银桥 那继续做人 坏人呢 你们就去啊 争着走这个奈何桥 奈何桥能过去的就继续做人 过不去的掉下河里 那就一点灵魂都没了 就是啥都没有了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啊 因为我根本不了解地府的工作流程 所以只是猜一下 过了奈何桥 就来到了汪死城 这个地方啊 都是汪死的鬼 是他们啊 怎么写的啊 就是有族无头 脱腰斩臂 这帮人大叫 李世民来了 李世民来了 就是还要李世民还他们的命 那么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判官说了啊 这是六十四路烟尘 七十二处草寇 那么这里我直接告诉你啊 七十二就是八九的意思 六十四直接就是六十四的意思 加在一起 这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大家明白了吧 这就是说 这件事啊 就是邓小兵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最大恶行 死在这件事中的人 都来到了汪死城中 他们在对邓小兵索命 邓小兵吓坏了 判官说 哎你给他们点钱 你才能通过这里 邓小兵说 我死了 我没钱 怎么办 判官就说呀 杨坚有人 他有钱 但是他的钱存在阴私 你可以借用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就是河南开封府人啊 姓相明良 他有十三库金银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 如果你特指 应该就是邓小兵时期 和六四事件直接挂钩的赵紫阳 他就是河南开封人 而后面说 姓相明良 这里你要倒过来 这是良相的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人民的好总理 这个意思 大家明白了吧 这就是范子啊 从周恩来到后面的朱镕基啊 恩家宝啊 李克强啊 他们都是自称良相 他们都是人民的好总理 但是他们有十三库金银 十三就是十三大 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 就是对内国啊 瓜分国家的开始 这里的十三库 意思是他们的钱财 全是偷国家的 抢人民的 但是他们藏在阴私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藏起来了 人民不知道 说到这里啊 我突然想起了温家宝啊 当年温家宝有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他刚当总理时候 第二张是十年后 那么有胡锦涛养的水军 就根据这两张照片啊 大肆吹嘘啊 吹捧温家宝 他们说你看啊 温总理是多么的清廉呀 他这一辈子啊 就这么一双旅游鞋呀 十年前就是这双 你看十年后还是这双 都十年了 人家就这么一双旅游鞋呀 一双鞋穿了十年呀 我真的是又要吐了啊 温家宝都富可敌国了 他买不起一双鞋吗 这就是拿来欺骗人民的 不说这个了啊 然后呢 邓小平就借了钱 给了判官 他就离开了地府 这意思就是 邓小平夺赦重生了 现在世界上没有了邓小平 但是出现了邓小平二世 此时的时间是1997年 邓小平走上了平阳大陆 这个地方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 阳代表了光明 代表了东方路线 邓小平二世 还要消灭光明 消灭东方路线 因为这时候啊 他死的时候 那不就进入了江主席时代吗 江主席不是一直试图 扭转这个卖国路线吗 江主席要走东方大道啊 这就是阳光大道 那么邓小平 他就要平息光明 就不让江主席走东方路线 大家明白了吧 那么第二个呢 这就是说 习主席时代 是阳光大道 而邓小平二世 他恰好啊 就活在习主席时代 这就是他正好走上了平阳大陆 好了啊 这一章的故事到此结束 那么这一集呢 也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一集再见 看这个视频